HELLO 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看一個在Richmond Lansdown Number 3 Road的樓盤之前跟大家提過 叫做Lux,發展商在Town Line 和Canaro都是比較大的發展商 這個項目,今天就可以去Sell Center看看 所以我待會就會去 再跟大家來看一個景色 我現在走在Number 3 Road上 我的身後是藍邊,我的前面是北邊 旁邊就是Sky Train 我西邊就是那個Site 首先近一點這個位置 近一點Lansdown的位置 這裡建的就是office building 是可以賣的 然後office building後面的這個位置 就會是residential building 第一棟賣的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再進去那裡還有兩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位 在我的右手邊就是Number 3 Road Sky Train站就是這一邊 然後裡面就是Lansdown的Shopping Mall 我數得出的有Best Buy 有大統華 有其他不同的商店 可以喝喝吃吃 可以購買東西 感覺上周圍不是太多high rise 不過其實Richmond Center 或者是這一邊 都是一些重點發展區域 未來的幾年甚至十年 都會有不同的發展 所以將來大家會想像到 附近都會有多些high rise 以及發展得更加輕盛 現在已知的除了這個project之外 其實他望上去兩條街 都會有另一個已經在建 看到他在打光地基的一個project 我們就看看這個building model 整個項目會總共有四棟樓建出來 其中會有一棟是office building 可以賣出去的一些office space 就是這一棟 另外三棟都會是residential building 就是住宅來的 我的新前方就是北面 這一棟是No.3 南北向 Skytrain站就是那個box 然後這一棟是Lansdown 然後隔離這一邊開始 這一棟就是北邊這一棟 東北corner這一棟 會是首先開賣的第一個tower 它的落成期 整個項目的落成期 都會是2025年的 每一棟之間都可能隔幾個月 最快落成應該會是這一棟 這一棟第一個Phase 1這個building 的入口就會在這裡 然後下面都會有一些shops 或者office 它的住宅會由三樓開始的 就是平台單位 如果大家記得我之前 提供過大部分的project 也會因為市政府的要求 就要放一些market rental 或者rental unit在裡面 這個project都會有的 它的rental unit 就blend in 在這幾棟building裡面都有 所以每個building都有小量 都是分佈在比較低的樓層 三四樓這樣 待會跟大家share 這個floorplay其實會是五樓 去到十三樓 會是一模一樣的 corner四個都是兩房 中間就隔了一些一房和兩房 如果大家需要比較大的單位 例如三房 就去到十四和十五樓了 大家會看到它還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露台 其實全部都不會是一個個 全部一樣的 你會很明顯看到一個新出來 一個入一些 每一個圓圈都是兩房單位 你就會看到一些不同的層次感 不是每個單位都是一樣 一排很工整 中間會有一個podium level 有不同的會所設施 包括有室外游泳池 這裡的平台下面就是parking lot 這裡已經是來西北 corner 雖然每一棟都有各自的入口 但是也只有這棟西北 corner 這棟裡面是有concierge的 即會有一個職員棟 就幫你修法文件 處理這三個建築的事情 另外這幾棟建築的車 entrine去parking lot 都會在西北 corner 這裡的 再給大家過來看看 這個平台的單位 我們可以待會去看看會所設施 這裡向北Skytrain站在下面 這是第一個Phase 1會賣的建築 但會所設施會設在中央平台 和Phase 2的建築這些位置 剛才有說過 concierge和parking入口 其實就是這個方位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outdoor 給住戶用的不同的area 包括室外游泳池 除此之外 室內的空間有大的party room 可以租用 或者平時有個lounge 也有這些桌球室 也有一些可以separate的seating area 也有一個大的gym 還有洗手間、配套設施等等 現在我們在看的是 5至13樓都是一樣的圖織 它一層其實有10個單位 不過它因為沒有了04 所以編排的號碼會去到11 每一層就10個單位裡面 6個是兩房 4個是一房 這4個 corner都會是兩房 這裡會有小小的兩個兩房 unit 其他這裡有4個都是一房 我們講一講兩房的話 最大的會是東北、東南 這兩個 corner 813呎左右 另外兩個 corner 就小小小 777呎 其實就是有show room 給大家看的 它們是西北和西南 corner 另外再小一點的 分別是B1 687呎的小兩房 和719呎 其他都是一房單位 如果兩房的起價 大家可以預約80萬左右 80萬 即是79、80萬 會是一些小一點 低層一點的兩房 如果大家去到比較大的高層 和向南的單位 都會貴一點 可能去九十幾、一百萬 都有機會 剛才說兩房 全部都會包一個parking 一房單位 如果end up的purchase price 是55萬以上 就會包一個parking 一些小一點 例如498呎 低一點樓層 向北的unit 有機會是55萬樓下 你便會買到 那些便會不包一個parking 這個建築都會有三房 unit 三房 unit starting price 會是一百萬左右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919呎 三個房間 都有衣櫃 有窗戶 方向的話 它會向著藍 其實就是整個建築 C1這裡 這個單位的 starting price 就一百萬 鬆一點開始了 也是那句 今天說的價錢 是最初次階段 之後有機會有調整 那些的 那我再在IG那裏update 大家 所以如果有需要知道 更加貼實的資訊 請大家follow我的IG 那這個建築 那些unit 會有兩種顏色 那我們showroom 看那一隻 會是淺色系 另外還會有個深色系 他們那些colorboard 還未ready 我們只可以看個細 那大家就會大概得到 它會是一個 木色組合的廚櫃 地板主要是深色 back splash 都會是深色少少 那我們現在先去看 那這個單位是777呎 的corner兩房 是B2plan 來的 現在當然沒有確實 因為太早的階段 但大概都要80多萬 甚至去到90萬的高層單位的話 那這裡會是門口 那這邊其實是牆壁來的 隔壁 所以我們進入門口 在這個位置進來 然後呢 大家看到這些場紙 那些全部都是設計 發展商會包的是 這個niche 讓你進門口 可以放鎖匙 眼鏡 也會有充電位 還有你也看到 它用了的是Type-C 其中一個是Type-C的插鬚 因為現在都越來越 popular 這個也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這裏就有laugry room 又是Samsung牌子 就是細模特兒的 兩部搭起的 還有隔壁有些掛衣位 還有就是它大部分這些unit 裡面都會再有插鬚 如果大家有Dyson 或者其他插電的裝備都可以放在裡面 這一塊其實就會是Heat pump的機 就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unit就是有冷暖器裝置 發展商的Stratafel 裡面都包了一年兩次 幫你換Felter的Cost 然後首先左邊就是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的話 這邊有一個Free Piece的洗手間 大家可以看到 淺色系的話 進來的地板 就會是比較淺色的地磚 整個洗手間四面都鋪了磚 其中除了浴缸的面牆之外 這些都是三尺乘兩尺的大磚 大部分 這些邊位細了就沒辦法 然後地上就是一尺乘兩尺的磚 都是Light Color Scheme 不同灰色的配搭 然後櫃面的Countertop是深色 下面這些就是木色組合 然後也有兩格櫃桶 然後這裡有Medicine Cabinet 這盞燈是包的 包括下面都會是Sensor Lighting 如果晚上進來洗手間 就算不用開燈 就算看一看 它都會有些Lighting出來 這邊有些放夜的位置 我開了Medicine Cabinet給大家看一看 它都是開兩道門的 澤汐櫃櫃圈 大家會看到是纤維底座 這邊進去也有 booklet TLUCH eo werden放在兩間平板 這個設計是挺有趣的 另一個是會放高一點的洗漏水 比如沒有浴露 也 paintings 有一個比較小 colored 放些面膜 及霜美膜 這些東西 這邊有分發洩頭 好 亦有个ring hand 这个发散头的 handle 亦可以调校高低 是frameless的无框玻璃 洗手间的长面砖是两种组合 一种是外面灰色的大砖 一尺成两尺有些质感 摸下去有点凹凸的质感 亦是另一种再浅一点的灰色 不同的组合 然后呢 我们过来这里看的话 是主人房的closet 是一个walk-in 大家现在看到这些organizer 都是不包在里面的 所以大家参考 这边就是主人房 现在看到这间放了queen size床 它会在floor plan标示了 是可以放queen还是king size 大家可以有预算 这边可以开的窗就是下面这一只 这两块都是大的玻璃 这些全部都是双层玻璃 发展商亦有考虑到 因为这个建築在no.3 row Skytrain旁 所以它们对这些玻璃的隔音效果 都做了special treatment 主人房出的这边就是厨房的area 大家会看到它的厨房和两房 设置都挺大的 包括了dining area 都在island那里 我们来看看一样一样的电器 再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浅色系 主要都是灰色的厨柜 配一个比较轻的 countertop 和某些的木色搭配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家的shelfing 不是每个unit都会有的 这个职的B2就会有的 但其他职的摆位不同 就未必有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island 会比较阔的 阔是四尺 长到大概十一尺左右 这边是主食area 有一个大的升盘 这边其实是好像dining table 这边可以放到两张椅 这边也有两张 这边也会坐到四个人 在这边 countertop的话 也做了一个frotaflo的效果 这边也有石鹰包边 里面也有一层是木色的设计 配合那边 是一些可以开得的柜 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在这边 可以让大家看看 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两房单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份的电器都会是30寸的 包括冰箱 牌子是Bosch 上面是冰箱 下面是冰箱 下面是冰箱 两格围桶 微波炉是陷入式的 上面其实是shelving unit 这些櫃也是按一下出来 所以就没办法 这边打开都可以放东西 爐头是30寸 分开五个gas爐头 gas是包在管理费里面 然后抽油烟机 上面也有少量的储物空间 它是一条风管 然后大家看到长生 也是一块过的 材质和物料 和下面的框架 是一样的 都是浅白色的 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 pantry 可以放到不少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 煲煲碟的碗柜 爐头都是bosch 包括刚才爐头 通常都是bosch 两边也是拉出来的柜桶 做储物空间 一格大柜桶 还有两格小的 然后下面就是放东西的空间 没有再做垃圾桶 柜桶 然后小碟机就放在这一边 小碟机就是24寸 bosch 所有的corner两房 都会是这样的尺寸 电器 如果是小一点的两房 就是中间夹着600多尺 700尺的两房 和所有一房 爐头冰柜都会是24寸 会小一点的 厨房之后 这边就会有客厅空间 这个积极是有柱 大家看到发展商还在 让大家知道是有柱 这些电视墙都是设计不包的 到时白色墙壁 这边因为是corner unit 大家会看到是大玻璃窗 还有夹着可以开的窗 我们先看看露台 这边是露台门 这个露台是刚才的主任房 都会看到的 一直是很长 这边是主任房 这个位置也有够阔度 其实你可以放到小桌 也可以放到窄窄的桌 外面还有sober area 这个积极实际上 其实露台去到这里是未完的 它是wrapped around 即是那边都会穿包裹去的 但现在这个宅楼中心做不到 好 我们最后看了第二居座 和第二居座 就是这里 这居座看出去都是自己的露台 衣柜就是这里 刚才大家看到一个是升级了 或者是有设计的组织 实际上是没有的 设计不包裹的 它比你的会是普通的架和通 我们就看看第二居座 第二居座 其实跟刚才我们看的 master bathroom master bathroom 是一样的 en suite 不过他就做了一个泡沙 他也做了一个泡沙 而且他也加了玻璃门的功能 让大家用浴缸 不需要说一定要挂浴簾 有东西要洗的 它就是这个frameless 保管玻璃 下面也有两条隔边 去防止水滴出来 如果是泡沙 他就只有一个发射 没有ring hand 而且也有调校高度 下面有一个出水位 整个 project 都会大约是2025年左右 就会起好 每一栋之间 可能有几个月的difference 管理费是六毫六 管理费是包含冷暖气 gas 大家可以煲汤 也会包含所有回所设施的管理费 包括泳池 也有concierge 帮你收油件等等 也会包含冷气的filter 一年两次更换的服务 垃圾排污 那些都包含在里面 六毫六一尺 这些一房单位 有分低楼层和南北 starting price 就由50万到55万开始 都会有 如果你买的 unit 是55万以上 你就会有parking 两房的size 由600多尺开始 starting price 大概预算980万左右 这些是最低层最小的starting price 三房就只有两个选 919尺 大家预算100万起 一房五千元 两房七千元 三房就一万元 随时可能就没有了 Deposit structure 分几期比 总共20% 如果大家未有身份的外国 但也想先买楼花 就要有多5% 兴趣的朋友 填一些sweet request form 跟发展商那边 就类似是 尽量要早留位 等到八月尾 如果可以合约开卖 就会和大家设置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